有的是在博弈里边最终交易本来能谈成最终谈崩了的 你比如说我原来经历过一个案例是 其实收购房非常的有实力也非常的有决心 但是就是为了图快 相当于是盲口答应了对方那种交易诉求 而忽略了整个博弈给对方带来的交易上那种安全感 所以对方在卖家在买家答应了自己的交易 自己要求的第二天的话其实又做了提价 但是买家又满足了这个价格 后续经历三次提价 买家三次答应了要求之后 后来卖家就决定终止了这个交易 其实这个交易很有代表性 意味着买家其实不断的在满足卖家的需求 但是卖家因为这种不断的被满足的话 其实颠覆了卖家对于自己要卖的这个标的的一个合理的价值判断 我就在这预期管理上其实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最后卖家之所以终止交易是那些里边真的慌了 他不知道对方每一个自己的提价的诉求都得到满足 他会认为自己最终对标的这种价值的客观的判断出现了问题 他总觉得自己吃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交易呢 在博弈的过程中间的话 我觉得也得需要对人性心理的话有一定的把握 才能够将交易的话走得更稳 所以在交易里有时候很奇怪 就是不意味着你的顺从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也不意味着你可以追求快 他就一定能够迅速的达成交易 我觉得并购啊或者说并购谈判 他最大的一个吸引人的点 也是最难的一个点的话 就是对于各方利益的一个平衡 平衡其实最终会体现在价格以及交易架构 以及双方的其他的一些战略上的安排 我们是作为买方 卖方呢其实或者说卖方这边的利益相关方十分的复杂 他同时涉及到原来的控股股东 他同时还涉及到一般在并购交易里头 不常见的很多强利益相关方 对于包括就是债权人 债权人里头有几个大的商业银行 同时还有信托公司 就是大的一类金融机构 这个呢他们是一个债委会的形式存在的 第二呢他还会存在很多中小的供应商 很多可能都是夫妻店或者说是小的这种企业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利益相关方 然后同时呢他的员工 员工这个群体也是在这个交易里头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利益相关方 再者呢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涉及到当地的金融维稳 以及社会的维稳 所以政府在这个环节中也体现出了很重要的一面 所以说这个交易的复杂点呢就是它超出了普通常规的并购 有很多其他的利益相关方 这个过程中呢你是需要你通过你的条款来平衡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它的利益诉求来达成最终的交易的 这个是交易的复杂的点 也是交易需要去平衡的地方 印象比较深的谈判可能多数都是就是标的价格比较高的谈判 可能对于买方来说的话 标的有不错的协同效应也好 或者是能够补到自己业务短板的这个作用也好 那标的本身有自己的这个业务实力 但同时可能开出了比业务实力高很多的价格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相对会遇到一些挑战吧